二 说 悦也 悦所怀也 佛与度生为愿 今众生积熟 看受净土大法 究竟解脱 以畅本怀 把上面一段话做如下解释 说与喜悦的悦 在古代是同一个字 就是今天讲的多音字 说是喜悦 他要是不喜悦 他就不说了 因为他喜欢 他就跟我们说 而且是详详细细的说 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 话不投机半句多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时候 才会说的这么多 说法正是悦所怀 怀是心里的愿望 愿望将要实现了 终于盯到了这一天 怎么能不欢喜呢 佛的愿望 是度化众生 教导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教化众生 是佛 唯一的愿望 唯一的愿望 唯一两个字 老师愿意教 众生不肯学 这就没法子了 佛想教众生 有这个好心 但众生不肯接受 也是枉然 必须学生喜欢接受 老师欢喜教学 这叫做师资道合 这是世间最最愉快的事情 这种快乐 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 古人所谓 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乐也 现在 佛看到众生的机缘成熟了 欢喜接受 特别是能接受净土的教学 佛真正是无比的欢喜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 佛讲这部经 在他一生当中 比讲任何一部经典 都快乐 真正是无比殊胜的快乐 为什么 因为这部经 是一切众生 当生成就 究竟解脱 这句话太重要了 我们把它分为三段来说 一切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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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当生成就 时间 究竟解脱 圆满的佛果 不比 不知道 一比 才知道 此经之妙啊 真是妙不可言 其他的经 其他的经 解脱 不究竟 不要说别的 就是华言 法华 是一成究竟解脱 但是 是有条件的 你得是上上根人才行 普通根性的人 不能修学 上上根人修学 能达到法身菩萨的果位 不能成佛 如果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在不久的将来 就能圆满成佛 所以 念佛法门 才是真正解脱 华言经 要是没有最后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 华言 就不究竟 所以 这部经 在所有一切经中 是无比的殊胜 现在 佛看到众生 机缘成熟 可以接受这个法门 佛多高兴 无量节以来 佛就等这一天 终于等到了 他多快乐 故 故今 乐说 以畅本怀 佛的本愿 达到了 偶艺大师 在要解里解释这个说字 要解 是阿弥陀经的注解 阿弥陀经 与无量寿经 是同一部经 因此 阿弥陀经的注解 也完全适用 无量寿经 他在解释经题 佛说 阿弥陀经的说字 是这样说的 佛以度生为怀 众生成佛基数 和前面所说的 金 众生基数 比较一下 他在众生与基数中间 加上成佛二字 显示 众生成佛的机缘 成熟了 为说难信之法 令究竟解脱 故 越野 偶异大师说的 真正究竟圆满 在无量寿经的注解 就彻底明了了 念佛法门 是对成佛基数人说的 当然 能相信念佛法门的人 就少了 难信之法吗 成佛基 未熟的众生 不相信这个法门 就不足为怪了 看看我们周围一些人 像不像要成佛的样子 不像 他们自然不是念佛法门的当机者 念佛法门 是对成佛基缘成熟的人说的 我们问问自己 是不是快要成佛了 同修们 哪一位像要成佛的样子 所以 这是难信之法 真正难信 念佛法门 相信的人少 是当然的事 这一生 能成佛的人 确实不多 但是 但是 与念佛法门 有缘的人 很多 接个法缘 这一生 不成就 等来生 要等到什么时候 就很难讲了 也许是 无量节以后 才有机会 再遇到 经上说 我们是 无量节中 曾经供养 无量无数 诸佛如来 这样深厚的善根 现在又蒙三宝在 冥冥之中的加持 才有缘分遇到 否则 怎么可能遇到 所以 我们要珍惜这个机缘 要把握这个机缘 在这一生 决定成就 从今日起 我们要做佛 不干别的 就是要成佛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心想事成 我们心想成佛 当然就会成佛 想成菩萨 就成菩萨 这就是 佛法所说的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宇宙万法 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我们想象 而现的 心里想什么 就现什么 所以想佛 就现佛 想三恶道 就现三恶道 无量寿经 是释迦牟尼佛 为众生 成佛基俗人 而说的 你是成佛基俗的人吗 就像佛基俗人 一样 就像佛基俗人 一样 就像佛基俗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